長大半年間帶你來一探 陽明山的豪宅市場 這裡就是最隱秘的名人巷 別看他不起眼 這邊的房子都是一來一去的兩三億 想跟殷琦 顏凱泰 徐徐東當鄰居嗎 首先準備個兩三億再說吧 但是陽明山像這樣的豪宅 真的都這麼貴嗎 不不不不 不 事實上呢 有些機密在裡面 但是得開車走上幾公里才行 繞了這麼久的山路 趁得還沒有頭暈之前 我們總算抵達這個陽明山 只要2000萬的透天別墅 2000萬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首先打開這個鐵門一看 這裡總共是占地193坪左右 而建物的面積是71坪 你看一下 在台北市區 要有這樣子的大型的庭院 還有造景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而這裡也是在所有占地 193坪裡面的其中之一 首先進到這個建築物裡面去 看起來相當氣派的這個鐵門 一打開一看 裡面呢 真正的這個2000萬透天別墅長什麼樣子 就要曝光了 這裡畢竟是陽明山嘛 所以什麼東西都要跟原木有關心 你看進到這個地方 這個餐廳加上了這個客廳的面積呢 甚至比很多人家裡的這個所謂的房子 還要來得大 屋主呢 他們平常時候最喜歡的就是像這樣子 坐在這個客廳裡面呢 摸著這個原木的這個家具呢 這樣看電視 外面的吹來是陽明山的新鮮的空氣 而且呢 這個屋主呢 他還非常喜歡重機 所以你看 客廳大到可以的擺上 這一台百萬的雙兵的重機喔 提醒您 這裡呢 是所謂的透天別墅 也只有透天別墅才能夠把重機搬到自己的家裡面去 一般來講呢 公寓根本就不可能啊 再來往裡面看 這裡呢 就是交儀廳的地方 一樣可以擺上這麼大的一個原木的家具 再來這邊 廚房 廚房它的面積甚至很多人呢 他家裡呢 大概呢 客廳就像這麼一樣一個大小 但是呢 在這邊透天別墅的 占地建物71帝之下呢 他可以有這麼大廚房 不過呢 屋主他最驕傲的是呢 二樓的裝潢 帶你去看一下 走 你好 你好 歡迎 歡迎 今天打擾您 來打擾你介紹您這個豪宅喔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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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事實上呢 豪宅 雖然說是豪宅 不過 兩千萬而已喔 為什麼那麼便宜啊 這邊地處稍微偏遠一點點 對… 不過有人說 再怎麼偏遠看是陽明山啊 當然啊 這邊是我們屬後陽明山 而且也是溫泉社區 我們這邊享有 天然的白黃的溫泉 不過特別要帶您看一下 您看喔 您來看一下這個房間 是… 這個呢 事實上說是客房 不過已經比很多人家裡呢 他的主臥室還要來著大了 您看 他可以足足擺上兩張的雙人床 總共睡四個人 不過家裡孩子成員那麼多嗎 對… 親朋好友比較多 親朋好友比較多 對… 不過這裡陽明山 最驕傲的應該是 所謂的山景房吧 對… 山景房在哪邊 在這邊 就是我們的主臥室的部分 主臥室 晚上躺在床上就可以看星星 白天就會看到一個無敵山景 無敵山景 真的非常的漂亮 哇… 去年艾艾白雪覆蓋了整個山頭 也非常的棒 去年下雪的時候 這裡就可以看得到陽明山 所以你不用開車上山 給人家拆車 這邊就看得到所有的雪景了 是… 連我們家草地都有雪 都有雪 對… 這是住陽明山 不過有人說 是… 兩千萬跟三億 價格差十五倍 是… 難免還是有些不方便吧 稍微不方便一點 當然我們進到台北市區來講 稍微偏遠一點的 沒錯 兩千萬的豪宅在陽明山 但你事實上 在陽明山上面看到 這是三億元以上的豪宅 你看一下 這樣子一個大的空間 原木的地板 還有這樣的裝潢 兩千萬 有時候在雙和地區 還買不到一個普通的公寓 但陽明山上 這邊兩千萬的這樣子的 迷你豪宅 畢竟交通還是不便 所以說 如果你有意來添購的話 還是得考慮一下自己的因素